男子以外成为战争中的贡血工具,参加混战,带魔王五个妻子潜逃,最后逆袭成最大boss。 本期历哥带来电影《疯狂的麦克斯4》《狂暴之路》,在未来地球生态环境恶化,资源短缺。 人们喝了被污染的水后,骨头患病,后来人类为了争夺水资源,开始自相残杀,各自为赢。 麦克斯在沙漠中被不死桥的战兵所抓,成为了他们伤兵的贡血员。 他试图逃跑,可惜最后失败了,于是最后做了战兵诺克斯的血包。 这天不死桥的手下要去汽油镇和子丹镇运送货物,带头的指挥官是弗瑞欧莎。 弗瑞欧莎原是母亲部落的孩子,后被不死桥所抓,成为他的手下。 当弗瑞欧莎开着战车快要赶到汽油镇时,他却在中途突然调转方向朝东开。 观察到他们方向变化的手下告诉不死桥,于是不死桥前往妻子房间查看, 发现他的妻子们已经全部不见了,这才得知是弗瑞欧莎带着他的妻子们逃跑了。 于是他调动了大本营所有的部队,前往追捕弗瑞欧莎。 诺克斯是大本营的战兵之一,为了建功带着自己的血包麦克斯前一次上阵。 桥是大本营的首领,因为高龄未死被称为不死桥,他私自霸占了地球上谨慎的资源。 给他手下的战兵洗脑,在大本营女人成为了他的私人财产,是为他生孩子的生意机器。 因为人受不了不死桥的折磨,于是他们和弗瑞欧莎一起谋划离开这里,前往弗瑞欧莎的故乡绿洲。 不死桥带着战兵一步步紧逼,诺克斯为建功一直在前面疯狂袭击弗瑞欧莎的战车。 麦克斯也一度遭遇生命危险,眼看着就要被追上,前面却遇上了沙尘暴,于是弗瑞欧莎打算在沙尘暴中甩掉他们。 疯狂的诺克斯率先跟着弗瑞欧莎进入了沙尘暴,他想要用自暴的方式阻止弗瑞欧莎,但麦克斯不想和他一起死,于是设法阻止了他。 结果两人被弗瑞欧莎的战车撞击,坠毁在沙漠中。 麦克斯醒来后发现自己仍然在为诺克斯供血,想要用枪打断锁链,没想到枪坏了,于是麦克斯正好扛着诺克斯,找到了弗瑞欧莎和他的妻子们。 麦克斯用枪威胁他们帮自己剪断锁链,给他水喝,没想到弗瑞欧莎及时反抗,两人扭打在一起。 这时昏迷的诺克斯也醒来了,帮助麦克斯对抗弗瑞欧莎,最后麦克斯打晕了诺克斯,威胁弗瑞欧莎他们,独自开走了战车。 可是没想到列车中途熄火,弗瑞欧莎他们跟了上来,于是麦克斯只好答应他们的要求和他们一起离开。 弗瑞欧莎开车来到了骑车党的地盘,按照之前谈判好的条件, 希望借他们的路前往绿洲。 没想到布斯乔的战队步步紧逼,于是众人再次开车逃走。 布斯乔的队伍被坍塌的峡谷困住,只好派布斯乔的战车先走,诺克斯获得特权与布斯乔同行。 而此时弗瑞欧莎因为背叛约定,被骑车党追击,布斯乔的战车紧跟其后,好不容易摆脱骑车党后,布斯乔的战车很快追上,诺克斯趁机爬上了弗瑞欧莎的战车。 为了保护麦克斯,布斯乔怀孕的妻子斯普兰迪德用身体抵挡子弹,结果最后掉落车底死亡,暂时拖住了布斯乔的队伍。 众人希望麦克斯开车回去寻找斯普兰迪德,麦克斯亲眼看见他死亡便没有同意,妻子之一的齐朵更是一度情绪崩溃,想要回大本营,被其他人劝住。 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,为了继续前行,众人开始分工。 麦克斯开车,弗瑞玛莎修理引擎,妻子们装子弹,监控后方。 这是妻子之一,卡普贝的人在后面发现了诺克斯,诺克斯背下的颤抖。 因为布斯乔发现了他的血包杀了斯普兰迪德,卡普贝极力安慰诺克斯危难中的两人暗生情愫,好不容易暂时逃避追捕。 众人却又陷入了沼泽地,战车的速度被拖慢,有时甚至要停车修理。 而布斯乔的手下子弹将军这时却追了上来,他像一个疯子一样疯狂射击,眼看就要追上了,他们只能加快速度。 诺克斯这时也开始帮忙开车,面对子弹将军的疯狂射击,弗瑞欧莎在黑夜中一枪打下了他的眼睛。 随后麦克斯带着炸药在黑夜中埋伏他们,将他们彻底消灭了。 出草泽地之后,他们来到了被污染的荒地,凌晨又开到了沙漠,突然他们看见电线杠上有人在求救。 这时弗瑞欧莎出来对话,对方才现身,原来对方就是弗瑞欧莎母亲部落的人,但他们的绿洲受到了污染已经不在了,众人的希望破灭了。 第二天弗瑞欧莎打算带着他们骑车穿越盐检地寻找绿洲,被麦克斯阻止,最后他们被麦克斯说服重新回到大本营,抢夺城堡。 在回去的路上,布斯乔发现了他们的踪迹,再次紧追不舍。 母亲部落的人一个个接连死去,弗瑞欧莎也被杠杆兵注射了毒药,好在众人没有放弃, 在混战中用油箱炸死了大部分战兵,随后布斯乔也被弗瑞欧莎杀死。 诺克斯牺牲自己在峡谷处挡住了其他战兵的路,剩下的人顺利地回到了大本营。 当他们带着布斯乔的尸体回来时,众人狂呼弗瑞欧莎的名字,这场战役成功了。 也许有一天地球真的会变成我们预计的最坏模样,但人类需要相信的是, 无论什么时候尊重生命,控制个人私欲,团结一支未家园才是正确的做法。 一味的纵容私欲,漠视生命的做法都将得到惩罚。 那么今天到这啦,我是黎哥,远作登展,照亮你心。